看诊的时间有限 患者如何掌握资讯 健康讲座抱拟之 病人有多一点掌控感 自己去照顾自己的健康 其实健康的生活 主要的全是在自己 疫情期间 美国慈悸医疗置业 举办讲座云端传送 每年吃下185顿的肠胃药粉 因为自己参与了 这许多次的医疗讲座 我自己也学习到 很多医疗的常识 对自己的身体也好 对自己的家庭也好 也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 美国慈悸医疗基金会 进入联邦认证系统后 2021年举办了 28次健康讲座 未来也不会间断 在新闻真上美志工 高明哲 洛树立 美国报导